觀眾朋友 前天桃園進棚那場大火 直接導致五名消防員殉職 兩名受重傷的悲劇 上個禮拜在國道的時候 兩名警察國道遠景也是不幸殉職 消防員警察殉職的頻率實在是太高 為什麼 是他們的工作條件實在太惡劣 公時太長過勞的問題太大 還是說整體社會提供給消防員提供給警察 整個勞動條件實在是太差 因此這幾年下來一直有警察跟消防員 要求說他們可以組工會 可是包括工會法 包括政府 甚至包括部分的輿論都說 這樣感動 實際如果說警察做工會 消防員也組工會 萬不離如果說我要加薪 我工時要降 我工作環境要改變 那如果我要罷工我們能夠想像消防員罷工 台灣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危險嗎 我們更無法想像警察罷工 整個社會治安會遭遇什麼樣大的這樣的一個衝擊 可是難道因為我們害怕警察消防員罷工 我們就不讓他組工會嗎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就算警察跟消防員組了工會 真的能夠明確有效的改變他們現在的勞動條件嗎 工時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談談警察這個頒表看起來也是無沙沙 工時過長 然後呢花花般的問題就能解決嗎 動不動就殉職 動不動就受重傷的這些問題又能夠解決嗎 在前天桃園進棚那場大火呢 比較少媒體談到還有兩名不幸罹難的人員 他們是移工 外籍移工來台灣幫忙台灣發展經濟 可是長期以來遇到所謂的公安的事情 遇到宿舍大火的事情 每一次我們看到幾乎都有移工 不幸發生這些災難的情況 移工的工作權在今天五月一號 難道不應該被重視嗎 今天五一勞動節 許多勞工發出了怒吼 我們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包括警察 包括消防員 包括外籍移工 他們的工作權益該如何保障 主公會是不是真的必要 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的理事 藍玉潔 敬鋒好 信聰好 各位來賓大家好 謝謝 再來歡迎是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 北區的聯絡人 王玉浩 主持人好 各位好 長期關心移工權益的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WA研究員 陳秀蓮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的教授 李堅宏麗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先來看看五一勞動節 今天許多勞工走上街頭 不外乎真的是什麼呢 不要再勞事過勞事 工資不要那麼低 要有更充分的團結權 我們來看看 手舉加薪標語 浩浩蕩蕩從海道集結出發 五一勞動節 勞工卻不快樂 受薪階級感慨 低薪長工時 籠罩台灣好幾年 加上薪資始終跟不上物價飛漲 讓生活越來越辛苦 這幾年來薪水從來不漲 但是這幾年買東西一直都在漲 不管是買水果 還是買你剛剛說的便當 便當裡面不是就是一個菜跟一個肉 這樣子就要八十塊一百塊 反正就是勞工其實就是越來越苦 勞團指出過去二十年來 經濟年平均成長率百分之三點九五 資本家不是不賺錢 但根據去年財政部調查顯示 台灣達二分之一的勞工 月薪不到三萬五 其中又有一半的勞工 月薪不到兩萬四 距離2017年 每人最低生活所需 兩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元 還要少 因此今年遊行訴求 要求各行各業加薪百分之十 基本工資一次漲逐到兩萬八千元 勞工才足以打平生活開銷 台灣的整體GDP 每年也是都有在增加的 那就是一個薪水跟不上 這兩個指數的情況 未來三年每年加薪10% 是勉強可以追上過去二十年來 失落的二十年 我們薪水都沒有增加的一個狀況 勞動部回應 基本工資審議將在第三季召開 不過是否一次漲逐到兩萬八千元 要凝聚各方共識 至於最低工資法草案 目標年底才會出爐 現在開始施放狼煙 營火點燃狼煙 遊行抵達終點立法院後 宣告江和蔡政府宣戰 目前勞團正透過公投連署 要求新修的勞基法廢除 重新修訂 並歸還被砍的七天國定假日 勞動部對此回應尊重 但無法接受今年上路的勞基法新法 是羞惡的說法 記者黃一金 郭俊麟 台北報導 低薪過勞長工時非典就業環境惡化 這是所有勞工共同面臨長期的問題 可是大家想說 這可能一半就有工而已 那替飯碗的 譬如說公布很晚 警察 消防很晚 這應該沒有這些問題 可是我們越來越發現 好像這個鐵飯碗不但生鏽 而且還破了很多個洞 我們先來談談消防員 消防員今天也提到說 前天那場大火 逼的消防員 一定要站出來捍衛自己的工作權 是要怎樣捍衛 就是現階段 其實台灣的消防員工作時間 其實就是非常長 那台灣消防員工作時間 就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工作一天休息一天 就是二十四小時休息二十四小時 然後另外一個是工作四十八小時 那其實平均下來大概就是三百六 每個月大概上班時數 就是三百六十小時到四百八十小時 每個月三百六十個小時 一個月算三十天 對 所以平均一天上十二個小時 對 可以這麼講 就是相較之下 三十天天天工作一天休息一天 對 那以現在台灣平均每個人上班 大概都是一百七十六個小時來計算的話 我們就已經算是全球第六高了 是 的過勞 過勞工時了 那消防員可以說是第一高 世界第一高也不為過 你們工時那麼長 每個月平均下來三百六十個小時的原因是 人不夠 還是事情太多 我想這都是 這一樣 這兩件事情都是 機身單單政機的問題 對 那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是政府的政府認知公務員的錯誤 對 如果消防員 消防員同樣一樣是身為人 對 那身為人 為什麼我們的工時的時間 會跟其他勞工會有差異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差異 我們會覺得是政府的錯 消防員是算什麼 算公務人員 所以不受勞基法的保障 對吧 對 所以勞基法講說什麼 單週四十小時 然後什麼七一定要休一 然後一定一休 然後什麼一年要幾天假 跟你們八竿子打不著 對 但是我們其實也有一個消防勤務時是要點 那裡面其實就規定了說 每天 每日上班八小時 每週四十小時 但必要時得酌勤延長 每天都必要 對 每天都是必要 然後延長之後給加班費 那也不錯 但是消防員的加班 加班時數上限 其實它是有一個規定是一百個小時 OK 也就是說它是希望消防員最多最多加班到一百小時 嗯哼 那錢也只能領到一百小時的錢 嗯哼 就是最高到一萬七 那其他的就是謝謝你這樣 其他就是謝謝再聯絡 這跟警察是一樣的 對 都可以拿到每個月一百個小時的加班費 消防員可以 消防員可以 是 OK 但是等於說你們還是要每個月工作三百多個小時 對 超過的那一百小時呢 或許可以換加班費 但是在超過的部分 就是謝謝你這以後就不聯絡 他會頒發一個政府謝謝你的嘉獎 然後用五十小時去替換 那我們先談兩天前進鵬那場大火 今天你們記者會也談到 第一個你們要求接下來 桃園市政府在做相關調查 以及改善消防員權益的時候 消防員權益促進會必須要參與 必須要在場 對沒錯 這個桃園市政府同意了 目前鄭文燦鄭市長是同意的 OK 那接下來就是主工會吧 第二點是我們希望能夠在救災的時候 能夠第一時間取得一些工廠的毒性化學物質的一些資料 對 這比較能夠避免說消防員在進去火場的時候 你們去救火救人之前要先知道說這一間工廠或是這個房子到底裡面是什麼做什麼放了什麼東西 對 否則咧 否則我們會希望我們有一個退避的權利 就不救火的權利 是 那可是那時候兵荒 兵荒馬亂就像前天那樣子的大火一樣 所以等於說你們要得到足夠的資訊才可以進去 對 我們會希望能夠 因為消防員在救災 其實第一要務是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我們才有能力去保護別人 那今天如果說我們今天對於消防 這個火場的危險物品是有疑慮的 那我們人員進去就跟這次進逢大火一樣 我們就是有機會會殉職 這一次其實是一個最最最不好的結果 對 通報說有人受困 人不但沒救到 死了兩個移工 又死了五名的消防員 又有兩名消防員受到重傷 何其殘忍 可是我請教李建宏老師 消防員不適用勞基法 所以儘管他們也說單週四十小時 不過那是寫好看的 你大概每個月做到三百多個小時 政府就說謝謝消防員你們辛苦了 就這樣 這不是用勞基法 他們等於要用公務人員服務法 公務人員服務法 我們長久以來的那個體制 就是這很多國家都這樣 就所謂特別權利關係 就是說上面的長官 要求你公務人員 就是要服從命令 那這就是在這種特別權利關係 也衍生了相關的他們的訴求之一 就是說要主公會 其實我想那個 現在反對的不是勞動部 說勞動部並不反對警銷主公會 比較反對不贊成的是考試院 考試院 對 那考試院 考試院因為有權序部 權序部就管所有公務人員的權序資格 那人事行政總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署也是有保留的 那他們很擔心的 就了解就是不只勞動條件 因為在特別權利關係 這樣的傳統觀念之下 就要絕對服從命令 那他們就擔心你組了公會 那這個特別權利關係 要服從命令這件事 會不會被影響 當然這樣的觀念 我是不贊成的 你的意思就是說 權序部會擔心 讓消防員或警察主公會 這些人就不聽話了 就不服從我的命令 就造反了 講白話就是 會跟長官平起平坐 因為主公會是團結權 主公會目的是要有協商權 協商不成才會有爭議權的行使 那協商權是什麼意思 就是要跟主管 甚至部長 院長要坐下來平起平坐 這個在傳統公務機關 傳統的特別權利關係下 就是要上下尊卑 這種觀念下是抵觸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傳統 而且很保守的觀念 因為世界各國 先進國家基本上 絕大部分先進國家 甚至一些開發中國 他都是依照國際勞工組織 九十八號公約 九十八號公約就要組織權 以集體協商公約 是 裡面明文規定 就勞工要那個組成 或參與公會組織 他那個政府是不能阻止的 但是他那個公約很特別 之後講兩種職業的人 就是警察跟軍人 是 這兩種他說 讓各國政府 自己來立法 訂定說這兩種特殊職業的人 他可以組工會 但是組工會他行使的那個權力 要不要有不一樣 所以還是可以組喔 還是那實務上大部分些國家 他們就是對於軍人 組工會大部分比較不贊成 但警察都可以組工會 然後我比較 消防也可以組工會 從自己的經驗來看 就是我們公共電視有工會 對 那我們工會很多幹部 其實有是新聞部 有些製作部 在開那個所謂的那個主管會議 或者是董事會議的時候 他們可以列席 那時候呢 其實在開會的時候 工會幹部理事長 是可以對著總經理 董事長拍桌子 拍完桌子開完會之後 大家平衡忙忙 乖乖來看新聞 乖乖去跑新聞 所以這是兩件事嘛 你工作是一回事嘛 談到整體的工作權益 是另外一回事嘛 談工作權的時候 工會代表跟資方或是政府 是平起平坐的 在執勤的時候 要打火 要去抓壞人 那沒話說 就是服從命令 就是剛剛去拍桌子 等一下你就是 乖乖去給我抓壞人 這沒有問題嘛 不過也許等一下 會有不同的意見 不過我們來看看 之前一直流行一句話 叫做今天公祭 明天旺季 這句話大家已經變成順口六了 接下來五名消防員 又要公祭了 那這句話 一定又會一直出現 公祭完之後又怎麼樣 還是會有更多的消防員殉職 國道警察 在上個禮拜不幸殉職 可能接下來也會有公祭 那公祭之後又怎麼樣 我們來看看 公祭之後 該怎麼樣 消防員權益 該怎麼樣 確實透過制度性的保障 我們來看看一連串的事件 難道政府不應該好好思考嗎 消防員站在雲梯上 從高空持續灑水降溫 但印刷電路版工廠內部 存有太多化學易染物 就算消防員前鋪後繼的滅火 現場還是不斷傳出爆炸聲 桃園進棚工業4月28號晚間 發生嚴重火災 火勢延燒65小時才撲滅 造成五個消防員殉職的憾事 在此之前 2015年新屋保齡球館的凌晨大火 也因為火場發生暴燃 鐵皮坍塌 六名還在屋內的消防弟兄 因此罹難 監察院去年調查後指出 桃園市消防局指揮時 的確有設備不良與控管 失當的問題 家屬痛批 師父對疏失完全避而不談 失火的建築物用途越是複雜多樣 消防員救災9月是困難 再加上火場資訊 人力與設備的不足 消防員知情發生意外的新聞 實有耳聞 像是去年9月 藥花電子土城廠區發生火警 業者隱瞞存放硫酸等化學物質 就導致11名消防員遭到灼傷 消防員工作長期暴露在高風險環境 依照法規卻不得組織工會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表示 消防體制長期封閉 基層的意見無法與高層進行協商談判 政府應推動修法開放 讓各種改革意見 能在還沒出現人命傷亡前 就及時反應 威姐我們還是回到整個制度面 從兩天前那樣子的一個悲劇 是不是就是因為沒有消防員 有一個組織性的 比較能夠團結的去跟內政部 或者是跟更高的單位講說 為什麼你們不去立一個法 讓消防員必須在得到足夠充分的資訊下 才可以進去救火 不去立一個法 要求這些業者工廠的管理人員 定期主動提供正確的這些公安資訊 使得這些消防員一再的殉職 大家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可是因為沒有足夠的組織壓力 你逼的政府去做改變 所以工會要做的到底是什麼 工會要做的其實我們會希望 就是工會能夠監督資方 那消防員跟警察的資方 其實就是政府 所以說我們會希望 政府能夠改善我們的工作條件 那藉由這個組織工會 然後去監督政府 去改善我們的消防員 那你現在全處會去跟內政部講 講不通嗎 沒有辦法 為什麼 他會講說消防員不是勞工 你們沒有協商權 所以 擁有協商權 我們才會希望說 我們在消防員殉職之前 我們提出一些制度的改善 然後再跟政府去協商 去改善我們的消防員環境 對 那如果說沒有這個工會 我們就常常就看到 不管是這一次的進捧大火 或者是說這一次的 或者是說上一次的新屋大火 以及之前的高雄氣爆 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機關首長 到現場去致敬 去講說我們會承諾消防員不會白白犧牲掉 那一定部長的眼淚都是真的 可是掉了眼淚之後 問題還是一樣 承諾 承諾是承諾 但是我們在承諾實現之前 我們往往就會有更多的傷亡 那我們會希望能夠加速 加速這個 不要讓消防員再承受這樣子的傷痛 那有組織工會 我們會希望能夠正式 能夠有權力跟政府去協商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 現在只是一個協會的性質 是 就是純粹聯誼性質 人民團體 人民團體 也就是說你可以開記者會 政府可以不摔你 你可以要求政府在調查或制度改善的時候 讓你列席 但是政府可以說那是你家的事 因為你在法律上沒有任何的權力 對沒錯 我們來看看 其實公務員跟消防員 在其他國家也常常在發生罷工 罷工是什麼意思 就是表示他有公會 我們來看看法國公務員罷工 那是很可怕的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號 四百五十萬名 應該是四百五十萬名的公務員罷工 反對說工資凍結 消解原額 然後呢 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全國法國的公務員再罷工 對總統馬克宏進一步施壓 馬克宏說不會停止改革 但是會跟公會談 消防員罷工 你能想像什麼情形嗎 萬一發生火災 難道就沒有人去救火了嗎 恐怕也不是這樣 但我們來看看 二零零二年 英國全國五萬名的消防人員罷工 目的是什麼 加薪 加薪四十趴 那時候的首相布萊爾說 絕對不屈服 那抽調軍人來執行消防的任務 可是一直談判 最後結果說 好了三年內加薪十六趴 一三年的時候 英國消防隊工會再度罷工 抗議政府說要把退休年齡提高到六十歲 所以也透過所謂的培訓志願者 來加入消防的這些工作 換句話說 包括英國 包括法國 公務員 消防員 罷工 不是新聞 人家政府也沒打 國家也沒垮 警察現在遇到的情形是什麼 警察為什麼也想組工會 警察 主要其實還是跟消除會的 遇到的狀況都差不多 勤務的時數 我們的人力 以及長官的要求 他到底什麼樣叫做合理 我們常常被很多的績效給壓垮 你可以看到說 為了績效 不擇手段 其實民眾也都知道 警察就是月底到了就要開單 那可能就被逼得必須要去抓 很多的刑案績效 請教一下 開單真的是有績效 我這邊其實大家也都網路上都找得到 因為我每次這個問題 我都不敢問那個開我單的警察 你知道我就怕被他關起來 因為基本上沒有績效的單 警察是不會開的 不太會開的 沒有評比的 那這邊的績效 不是跟什麼保險業務員一樣 他只要開單就有獎金 不是這個意思 是他規定你必須要達到的見數 為什麼會必須達到見數呢 就地方來講 地方的議會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在審預算的時候 他就已經把你這個機關會有的收入 就把他編列給進去了 ok 所以他就是稅路多少 你就該打到 稅路多少你該繳上來嘛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沒有達到 他當然就會催 就會急 叫局長去罵 之類的 叫局長去備詢 那到時候就會有 警察局就會弄出一個交通大指法 某某某某專案 要取締特定的績效 那像我這邊手上也有 國道公路警察局的函 這網路上都查得到 他就講說啦 這是107年3月份的交通取締 重大違規 超速連續5日大指法 他也有所謂他的績效 為什麼呢 就兩個原因 第一個他可能有稅路的問題 第二個 長官希望被看到 甚至這個績效在編排的時候 他可能會編排 這一季跟上一季相比 這一季要比較多 證明主管任內 他並沒有帶人領導比較差 是 我的員工還是一樣的優良 我還是可以講出一樣的績效出來 但是這個績效在編排的時候 他其實並沒有跟基層來協商 他也不在乎基層的人力 是不是跟之前一樣 他的期間有沒有遇到其他的狀況 比如說 假如說抗議 國道公路警察局 要不要派人去支援 也要 那如果他越多的抗議 他當然可以出勤 去取締違規人數就越少 又或者是第二個問題 前幾天為什麼國道公路警察局 會在那個時段 那個地點做出取締違規的行為 那個時候是深夜 那大家也都知道 國道其實速度非常快 很危險 那在路上跑的這些司機 也有過勞的可能 把自己放在這麼危險的狀況裡面 那是為了什麼 因為國道在那個大隊 在要求每一般的外勤勤務 然後你出勤 你就必須要繳付相對應的績效回來 如果你都沒有取締違規 長官就會認為說 你是不認真的 你是不積極的 那也不為單位來奉獻 因為你如果開了單 對單位來講 他會有績效件數嗎 他在檢討的時候 在報告的時候 他當然就比較不會被長官給責難 是 所以這是一層一層壓下來的績效結構 OK 我瞭解那個結構其實就是說 那個長官也許為了表現 也許政策 不過我們再換個角度 某種程度這個績效也是人民所期待的 譬如說抓酒駕 我們期待酒駕要越抓越嚴格 所以這時候如果有績效政策來配合的話 這是符合人民期待 可是有時候譬如說國道警察 你為什麼這個一定要給人家攔下來開單 而不能拍照開單 這恐怕就跟一個一個上面的政策下來 而這個所謂的績效政策合不合理 這必須要跟第一線的執行人員去做討論 譬如說殺雞拔命 你真的要在一個重要路口把人家攔下來嗎 如果他是重要的路口 我們當然攔嘛 那實際上他不管他派你去哪邊 他都要求你那個班次要繳出績效出來 那可能路上沒有任何野貓野狗 目前為止 包括你們協會 包括任何的員警 都沒有辦法去跟上面的長官說 你這政策不對 沒有這個權利 目前還沒有辦法 那當然我們警公會 我們警察工作權力通通協會 也在這一次的司改國事會議裡面 去要求 已經做成結論了 會議的結論 去要求必須要成立警政績效的改革委員會 這個績效他必須要去請所謂的專家學者 或者是跟基層跟我們的代表 來去協調說 這個到底合不合理 你剛剛提到 為什麼跡象會這麼嚴峻 那大家前不後繼去取締 那主要跟兩個有關 第一個是我們法規原先就規定 我們必須要以燃庭為主 進行舉發為輔 就是不到那個條件的時候 你不應該去做進行舉發 去做拍照 錄影的動作去舉發 第二個是 在我們長官的眼裡面 去攔這台車 也比較有所謂攻擊性 積極的作用在 所以他在安排績效的時候 他在我們這些績效都有積分 你每到一定的積分就可以續講 如果把人攔下來 他的積分可能是你拍照取締的五到八倍 都有可能 或是說你如果用拍照 用錄影的去取締 他是沒有分數的 是 那在同樣的條件旗下 那基層也會比較傾向於去攔這個車 那個問題 其實最大的關鍵是在於說 制定政策通常就是 坐在辦公室吹冷氣的這些長官 他不一定了解真正的需求 跟這樣子執行的一個必要性 可是當他也許做了跟事實 不那麼符合的政策之後 並沒有一個機制 然後去跟他講說 你該怎麼調整 可是我想請教王大哥一點 很多民眾會有一個疑慮 甚至政府機關會有一個疑慮 如果讓警察組工會 那這個警察工會 就可以去跟警政署跟內政部說 我要什麼樣我要什麼樣 我不要這個我不要那個 然後政府如果覺得說 你們這個要求太不合理的時候 那警察就可以串聯 進行全國大罷工 還有全台灣的癱瘓掉 會有這個問題 罷工其實還有很複雜的條件 我們剛剛講到工會 其實是要跟我們的高層代表 來取得協商的空間 讓他我們可以對等的去談論 我們現在遇到的困難 那為什麼對等很重要呢 現在比如說 你剛剛也說了 部長的眼淚是真的 我們都相信是真的 沒有錯 但是部長他在聽取消息的時候 他是從哪邊聽取消息呢 從我們的高層 從我們的長官口裡面 那我們的困境長官不一定會理解 或者是說刻意性的忽略 這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以基層的身份來代表 我們來對等的來講話 那罷工到底有沒有這麼可怕呢 其實我們可以從 勞工三權我們指團結權 交涉權跟爭議權 那罷工這件事情其實是他很後面的事情 現在的假如說是勞工的話 勞工要罷工 必須要經過很多道的關卡 要先協議 要先協商 調解 那才來工會的成員來投票 並且要過半 我們才來罷工 那如果說政府會害怕 民眾會害怕警銷來做罷工 那我們應該要問的是 政府是不是對我們的警銷人員太差了 OK 你如果害怕警銷罷工 就不應該讓警銷走到罷工內部吧 是 我們在現在的兩公約 公民與政策權力國際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力國際公約 他們裡面有提到 他們其實並不禁止對經警或國家行政機關的人員 行使主公會的權利 是 他並不禁止加以限制這件事情 但是所謂的加以限制 並不是完全不讓你主啊 是 是 你完全不讓你主 然後你又非常害怕 一旦你開放他們主公會之後 他們會馬上就罷工 不過我們來看看 就是證實說很害怕 你認為你自己現在對他們不夠好 大家第一步想說 萬一警察罷工那是不是天下大亂 所有的那些小偷啊強盜啊 全部都跑到街上來這樣子 不過我們來看看 有時候警察罷工 反而可以促進這個社會的安全 怎麼看我們來看看 比利時在一六年的時候呢 有受到恐怖攻擊 然後機場關閉 警察公會說你的機場怎麼這麼脆弱 因此呢說要罷工 除非你先把機場的安全設施都弄好 這個理由太合理了吧 那為什麼你經常機場的安全不做好呢 這當然要做好 然後呢直到跟政府達成協議 才重新開啟機場罷工的訴求 是拜託你政府把機場安全做好 再來看看法國警察罷示威 然後恐攻平傳 然後呢整個警察老是被打 就像之前八百壯士一樣 動不動就打警察這樣子 然後呢驅散人群的狀態呢 一五年一萬多名警察是執勤受傷 所以巴黎警察要求政府保障警察的尊嚴 然後呢所以要持續的抗爭 一直到政府有所作為 巴西也發動罷工 不過巴西呢這個是訴求最直接 你欠我薪水啦 政府欠薪水當然要給他要回來 可是秀蓉永再請教 等一下我們好好談移工 你其實從事勞工運動這麼久 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公務人員軍人警察消防人員 連組個工會的權利都沒有 因為大家在害怕什麼 其實我覺得就是談到 我剛剛聽起來我覺得很類似的狀況 我覺得他政府都用一種恐嚇性的訴求 來面對權益的訴求 也就是說當我來要求工作權益的時候 像剛剛大家兩位都提到 包含我們家庭看護工要有勞記法保障的時候 他都會來說不能讓他們有保障 如果有保障那老人誰照顧 如果我讓外籍勞工有這麼多的權益保障 那這些工作誰來做 可是現實就是說 以前還有一個說法 說看護工怎麼可以休假 對 怎麼可以休息 他如果休禮拜六禮拜天 或是晚上他要休息一個幾個小時 那我的家人誰要顧 對所以我就說當 不管是銷售或是警公推 在提出這個跟做一個 我們在第一線 不管是他們在做第一線的救災 做第一線的相關違法取締 或是說家庭看護工工 工廠的工人 在第一線做這些勞務的提供的時候 他會遇到一些威脅嘛 所以我們才會要求要勞記法 或是說可以主工會 有一個勞工可以有一個 講那個團結權 他有個權利來跟資方協商 因為剛剛就不斷提到嘛 可能在很多殉職案的時候 這些政府官員都會出來說 我來承諾絕對不會讓我死傷 可是承諾不是重點 是承諾可不可以被落實 是 那這個承諾怎麼被落實 他當然就在於我這個團體 他是工會也好 他是一個協會也好 我有沒有辦法施壓我的資方 去落實這個承諾 嗯哼 那我覺得這樣聽起來 就今天不管就是移工做的 某種集體 我覺得他都會有個狀態是 他們根本沒有給予一個 適當的法令 適當的權利 有一個武器來跟資方對抗 嗯哼 當我們開始提說好 我們的家庭 航空要來介護保障的時候 他就會說像你剛剛提到嘛 這些說法怎麼可以休假 怎麼會老人誰照顧 可是真正的問題 不是在於長照的資源的缺乏嗎 是 真正他們的問題 不是人力不夠嗎 不是設備的問題嗎 政府不去面對這些 長照資源不夠 不去面對人力不夠 不去不去面對這些 長時間的過豪的問題 卻用一種集體型的恐嚇說 如果讓他們有主工會 那以後消防救災的時候 他們因為工會說 我們不進去救那怎麼辦 嗯哼 那當然因為看到很多國外的例子 現實如果真的像政府所說的 那國外不是早就燒掉一大半了嗎 就是因為我們真的不希望他們罷工 所以就不要走到罷工那一步 對 我覺得關鍵是在這邊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他們可以好好 就不管是外勞或是警察 或是消防員 真的希望這些工人可以好好的工作 我們應該做的是提供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提供一個好的武器給工人 是 因為這樣一題 我就不斷想要前面修老機法 我們都會說 我給你老公一把刀你都不會用 問題是你給我那一把是什麼刀 如果我今天都沒有辦法 把我的刀好好拿出來用的時候 你要告訴我說我給你一把刀 都不會跟資方協商 這不是廢話嗎 是 我覺得就聽起來 在 尤其是我覺得移工的狀態 是特別明確的 是 像他們現在 就不要講勞機法 就是說他們有什麼中介費的問題 他們根本不能自有轉換雇主 是 今天就算 我知道現在其實有一些個別的 以外勞為主的工會組成 他們根本連續主動的 比較積極參與工都不可能 因為當我參與工會一被看到 我可能就被遣返 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組成一個工會 或一個積極有效率的工會 他其實有一個前端更困難的處境 沒有被面對 兩天前 桃園進棚那場大火 大家當然非常非常關心 非常惋惜 也非常憤怒 五名的消防員殉職這個事情 可是另外還有兩名移工 也是被活活燒死 為什麼移工的居住場所 是這麼的不堪 那你剛剛說 這可能是義官而已 我們自己人也燒死了 可是別忘了 在去年底的時候 中永和也一場大火 所有的移工呢 是擠得跟沙丁儀一樣 擠在一個宿舍 一場火就燒死了好幾個移工 每一次大火呢 那種居住環境惡劣的問題就燒出來 再來是說那種 清什麼化學管槽啦 或者是什麼 從嬰家掉下來啦 或者是說活活被什麼東西 壓死 大概十件裡面 有四五件以上 都是移工不幸罹難 移工的人權勞動權 在台灣真的不受到保障嗎 我們再來看看移工 在台灣所遇到的處境 四月二十八號的深夜 桃園進棚工業的廠區 竄出陣陣大火 消防員忙著救火救人 直到隔日清晨 才陸續抬出五名消防員 和兩名太極義工 送醫後仍毀天罰術 工程附近的東南亞商店老闆娘說 死去的兩個義工 常去店裡幫忙 感情就如同他的親弟弟 實在非常心疼 進棚這把大火 再次燒出移工工作 與居住環境的問題 同樣發生在桃園 去年十二月 蘆竹細卡公司移工宿舍 發生大火 造成六名二十多歲的 越南籍移工死亡 勞團拿出照片 指出部分宿舍通到狹窄 堆滿雜物 移工每個月支付五千元的散訴費 卻住在如此不安全的地方 全台灣大概有六十七萬的移工 針對這樣的移工的住宿安全 或者各項的勞動安全的部分上 我們從這個案子裡面看到 我們的勞檢處完全失能 目前法規對外籍移工生活照顧 包括每個人居住面積至少要3.2平方公尺 大約是一坪以上 宿舍通道寬度要1.6公尺以上 而且不能把宿舍設在儲存 毅然物品的場所 如果雇主違規 最高將可開罰三十萬 不過地方政府的訪事員人數太少 難以全面檢視 又只有在入境的時候檢查一次 就很少追蹤 顯然管理有漏洞 不過李老師 那可能就是一個很結構性的問題 是包括所謂的3K 不是三十萬 不是三萬塊 是說骯髒危險 然後那個辛苦的這些工作 通通都交給移工來做 所以他們的工作本身就是很危險的 再加上雇主在公安不那麼重視的情形下 我們會看到這麼多的情形 除了說住的宿舍被活活燒死之外 這些施工中的這些工商 我們來看看 17年3月的時候 基隆月梅路拓寬 印尼籍移工二死一傷 整個鷹架倒下來 三個人都沒有合法的工作證 10年國道6號 這個交流道的興建工程 也是鷹架倒下來 外籍勞工死了7個人 03年高鐵新竹的這個工程 也是平台跟鷹架倒下來 四個太極勞工 死了一個三個受傷 然後北宜高的這個工程 25名工程人員殉職 其中一半都是太極的勞工 很顯然 移工在台灣的工作條件 是遠遠不如所謂的國際規範 這當然這個 每年那個美國國務院在發表 那個全球人權報告 今年也不例外 移工人權很不好 都是被列入的 那不過 各位很多朋友不知道 那個4月28號前天發生 那個禁棚的火災 那天就是國際勞工組 制定的國際安全衛生日 可是那天我們發生 這麼慘痛的事故 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是 可是那次的大火 我覺得突顯 除了說 那個移工兩位被燒死 那個 還突顯一個很大的 可是還有五位消防能源 也不幸泥爛 其他凸顯了很多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 我覺得很少外界關注就是說 移工 他不幸泥爛 我們很傷痛 可是他現在移工 他產業類的移工 他適用牢籍法 也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 所以照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六條規定 如果事業單位雇主 沒有事先提供 足夠的安全衛生設備設施 導致有工人死亡 止災死亡 那這個負責人 雇主是要復刑者的 可是相對五位消防人員 不幸罹難 消防人員 他們的那個 安全衛生保障 因為不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 他是用什麼呢 公務人員就是消防人員 他是用公務人員保障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裡面 授權立法定了一個辦法 那個叫公務人員 安全衛生 防復實施辦法 這個辦法裡面有關 公務人員去執勤 安全衛生的設施設備 可以提供防護 大部分條文 都抄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 可是有一部分 他完全不抄 雇主責任 對 就是那個公務機關的雇主 如果他發生 導致公務人員 沒有提供足夠的設施設備 導致公務人員職勤 受到止災 是 那沒有行責 我這樣理解你的意思 譬如說 一個工人 不管是他是台灣的勞工 或是外籍移工 他在工作場所 因為雇主 沒有提供一個 安全的工作環境 導致這個勞工 不管是台灣 或是外籍移工 不幸死亡的話 這個雇主要抓去關 也就是說 在進棚這件事 如果可以證明 進棚這個董事長 沒有提供足夠好的一個 工作條件的話 導致兩名移工死亡 進棚董事長是有行責的 但五名殉職的消防人員 如果可以被證明說 是因為消防署 或是桃園縣消防局 沒有提供好的工作環境 不管是消防局長 乃至消防署長 乃至內政部長 甚至乃至於行政院長 一點責任都沒有 最多最多就是輿論的簽責 然後最多 再接下來就是監察院調查 我們知道很攏長的過程 然後最後還要送工程會 工程會 他要投票通過說 這個首長要不要懲處 還是很嚴格的標準 所以大部分不會有事 首長大部分不會有事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就看到一個很奇怪的規定 就移工跟消防人員 是一個多禮拜前 那個兩位國道警察指引 他們不幸離案 都是很不幸的 是 我們都應該要檢討 可是檢討之一 就是那個克責的問題 可以責任 是 誰要負責 近鵬大火 我們把那個董事長罵到湊頭 可是包括國道警察殉職 包括消防員殉職 我們似乎沒有那麼嚴厲的去譴責 不管是內政部或是消防所或是警政所 我覺得不只譴責 而是我們的法律制度上要更健全 瞭解 譬如說那國道警察他殉職 那警政署或警察局長 或這一次消防局 他的消防局長消防署長 他難道不 我們如果去把那一個公務人員保障法授權定的公務人員安全衛生辦法 把他條文 也把他跟職業安全衛生法一樣 說如果你沒有手掌沒有提供足夠的設施設備 讓公務人員執勤 受死災而死亡 他要負刑者 那我相信每個公務手掌都很認真吧 很認真事先提供足夠的設施設備吧 是 譬如說剛剛這位消防協會的大哥講 他說我們要足夠現場火災的資訊 對不對 資訊是不是就是設施設備 我擔心這個一列的話 從行政部行政院長到內政部長 帶到各地的消防警察局長通通都要被抓去關了 這個沒有辦法 我必須要講 這個火災很不幸 可是我們看到是燒死了七位罹難的人士裡面 其實他們有在法治上是兩種處境 瞭解 這是一個我們制度上的一個謬誤 不過我再請教一下秀蓮 我們查了一下 我們一直以為說現在台灣的法令 或是政府的態度 是不是說反正那外國人嘛 反正他是移工嘛 反正他只來打工個一年兩年 他就走了嘛 他錢賺了他就回去了 所以我們並不好好的把他視為所謂的勞工 並不好好的透過法令或政策來保障他們 可是很奇怪 現在包括移工也可以組工會 那移工的工會真的有起到所謂的功用嗎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外籍的人士組成的工會是宜蘭縣的 漁工職業工會 在一三年就成立了 工會成員全部都是菲律賓跟印尼籍的外籍漁工 只有一個秘書長李立華是台灣人 其他全部都是漁工 主要就是漁工 然後在海上作業這些漁工呢 工作條件實在太差 錢又被苛刻 譬如說呢 漁工普遍遭到雇主每個月扣三四千塊的散訴費 一個月拿不到一萬五千塊 海上作業工時那麼長 每天工作超過都八小時 甚至要連續二十四小時 所以這個工會主要是針對外籍漁工的工作權 我們看看還有另外一個 家庭的看護工也有移工 外籍移工的工會 這是在去年底的時候 其實成立不到半年了 第二個外籍移工的工會 就是桃園市的家庭看護工職業工 這是由菲律賓印尼籍的看護工 所組成的 那主要就是說看護工 真的他的工作權益 也真的是很差很差 他們希望透過修改這些看護工的工作規定 來去改善他們的惡劣處境 乾杯好 其實最早我們台灣的所有的法 並沒有一條名文叫做外勞 外籍工人不能組工會 但是最早他的規定是 你必須要有中華民國國籍 你才可以加入工會 那這個在2007年左右被修掉 但是現實上就我剛剛提到 當然他們現在可以組工會 可是他非常困難 一個是我們曾經跟勞動部討論過 說那我外籍工人 我可不可以組一個印尼工人工會 那勞動部告訴我們說不行 因為這個涉及國 涉及國族的歧視 因為你不讓台灣人加入 那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也就是說 我這個就我剛剛提到 我這個工會他必須要變成一個 有有力量的工會 其他有幾個前提必須被滿足 第一個是我的這些外籍工人 他有沒有辦法掌握這個工會 因為我們都知道很多工會 是黃色工會 我們有很多工會 大公司都有工會 可是這個工會 都是資方組成 他的這些主要的幹部 都是資方控制的 所以他很多時候 他不會站出來 維護工人權益 他甚至會出來罵 那些維護權益的人 用工會的身份 那我覺得外籍勞工組的工會 還有幾個前提是 他到底有沒有辦法 在一個安全有保障的狀態之下 實行他作為工會的 不管你是講 或工會幹部工會成員的權利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重點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他們的結構性的 仲介費的問題 有沒有辦法被解決 他的自由總幹部 有沒有辦法被打開 如果這兩個都沒有辦法被打開的話 我先背著一個十五到二十萬的炸彈來台灣 而這個引爆的 引爆這個縣的這個火源 是握在我的仲介手上 當我出來加入工會組成 工會變成工會幹部的時候 我可能被遣返 那我這個十五到二十萬誰幫我還 是 或是說我出來之後 我會因此失去工作 那在工作跟 工作權跟所謂的簽證 居留權綁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算是一個工會成員 我在實行我的工會的業務的時候 我們失去工作 會沒辦法居留啊 所以對移工的工作權來講 現在健全工會 並不是首要之物 因為現在第一個 他們可以組工會了 那他也可以參加工會 可是當雇主發現說 喔我請這個那個雇人兵的 趕快把我去參加工會 我就要抬頭 對會有這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工會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於說 政府要主動去改變 現在高額仲介費 改變外勞無法自由轉換雇主 這兩個關鍵 呃我不會講說 工會不是重點 我會覺得說他這個兩個 當然同時並進 但是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 概念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只去談主工會 我卻不面對 在主工會之前 遇到這麼多問題 是 那當然這個工會 他會變成他真的 柏角工會 對他變成是柏角的工會 可是我也不會認為說 好像柏角 我就不應該要主工會 因為事實上 我覺得工會 他有很大的成分是 我有沒有辦法握有一個發言權 因為外籍工人 他像家務工 他分散在不同的家裡面 那工廠的工人 他又散落在個別的工廠 當我去加入工會的時候 工會做某種集體 他可以為我的權益發聲 不管我作為這個會員 我有沒有辦法 真正去實行這個權益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點相輔相成的 但我覺得外勞主工會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覺得他 某種程度面對 其實是在台灣 現在整體勞動條件下降 然後本老的工會 的組成率也這麼低 如果我們沒有再去 讓外勞可以組成一個工會 讓整個外勞跟本老的權益 在某個方式 呈現一個比較平衡的狀態 我覺得他只會讓兩個 就是本老外勞都會越來 處境會越來越糟糕 不過這個問題恐怕是 政府相關的官員 一念之間 就可以改變的 包括仲介費的問題 怎麼解決 包括轉換雇主 你可不可以有一個機制 其實說困難也沒那麼困難 只是不想改變而已 可是我們來看看警察 剛剛我們談的蠻多消防員 再來談談警察 警察其實大家覺得說 我們看到警察大輪 好像大家都很尊敬 可是真的很多警察不好意思 類的跟狗一樣 人力不足的問題 少了兩萬多個警察 原而編制是九萬兩千多個 可是現在只有六萬多個 頒表很混亂 我剛才說什麼叫做大輪番頒表 那是什麼意思 拆的亂七八糟 剛剛消防員說 他們一個月上班 可能要達到三百六十個小時 警察也不遑多讓 也是到三百四十個小時 一個月的工時 業務很多也要去查菜架 查菜架不是農委會的事 怎麼會變成警察的事情 要去查誰亂到廢土 這不是應該環保署的事嗎 防疫這不應該是衛福部的事情 怎麼會變警察 送教招 這應該是國防部的事吧 然後抓逃逸外勞 這應該是移民署的事情 馬上關懷疾難救助 這應該是各地縣市局 那個社會局的 不過通通都是警察的工作 什麼叫大輪番頒表 我們來看看 這是一年多前 有一個人投書到警政署長的 那個臉書上 他說署長請問你 為什麼警察的上班時間 可以這麼的亂 每個縣市都不一樣 你署長要不要去輪一下 這個大輪番 一下子下午要睡 一下子晚上要睡 一下子白天要睡 說睡就能睡嗎 十二個小時的工時 搭配只有八個小時的休息 警察哪來的體力保護人民 這絕對是謊言 怎麼會有這麼白痴的 不好意思 說得不好聽的話 白痴的排班方式 祝警察節快樂 他把班表拿出來 第一天 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 不是凌晨 到下午四點 不是說結束了 他是早上上八個小時 凌晨上四個小時 早上上八個小時 凌晨上四個小時 這算一天 一天 早上算八個小時 凌晨再上四個小時 第二天晚班十二個小時 第三天晚班十二個小時 第四天中班十二個小時 第五天早班十二個小時 亂七八糟 第一天還拆班 就是剛剛你說的 早上八點做到下午四點 再從凌晨四點做到凌晨 早上八點 這算一天的班 這個叫花花班 這個之前我們其實有一些 那個新聞爭議就是說 我們弄一個什麼 那個爭議班表 他說一般勞工不會 你看 連政府主管的這個警察的 班表是這樣 這個合理嗎 我們來看看 包括消防員 包括警察 整個勞動條件的問題 該如何解決 近年來 陳抗活動頻繁 時常必須動員 大批警力 維持秩序 像是上週 都在立法院外 就動員一千兩百名警力 應付反年改民眾 沒想到混亂中 竟有警察和PT小組被打 當天的衝突也造成八十四名 員警受傷 警察真的不好當 不光要防止 陳抗活動脫序 平時的業務更是包山包海 臺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 曾經指出 警察包辦太多肥分內的工作 像是茶菜架 防疫 甚至鄰居糾紛 都找警察 讓他們根本一接不暇 警察的業務量大 工時也很長 進攻推2015年調查發現 警察平均每月加班高達 將近八十小時 而機型頒表也導致警察 平均每天睡不到六小時 長期加班的結果 讓不少警察的身心健康 都亮起紅燈 面對警察的過勞情況 時代力量立委徐又明去年就提案修法 要開放讓警銷可以組工會 希望藉此改善警銷的勞動條件 長官對你們組工會這件事還是充滿疑慮 其實現在啦 也不要講說太高階的長官 中間的各個主管 他也有可能是認為 你只要去尋求外部的協助 你有其他的異形 你就是不好管理的 你是難控制的 那不管是政府也好 主管主管也好 他沒辦法接受底下的人員 我的工具 我的要使用的這些武器 注意查機效什麼之類的 他是沒辦法控制的 他是沒辦法接受的 那你說像剛剛 我們也談到了公時的問題 公時的問題 在沒有意外事故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上那個班表了 我都叫他五輪車 因為他每一天都輪不一樣的時間睡覺 大輪番到底是商業所 怎麼會有這個名詞啊 其實大輪番就是排班表啦 大輪番不一定是怎麼上班 但是就是所有的人 只要加進去這個大輪番裡面的人 他都要照這個制度來輪番表 他不會說你就固定什麼班 所以你們今天白班 明天中班 後天晚班 這種每天的上班時間不固定 這是所有基層警察的常態 幾乎 所以你在路上看到警察 李老師當工工人 那時候不是講說工人 兩個禮拜才能變一次班表 警察現在天天變都沒關係 對警察的不是用勞基法 反正對 不是用勞基法 這是最大關鍵啊 瞭解 不過我們來看看 很顯然 大家都是那個嘴巴上講樂觀其成 但是事實上 我們來看看他的態度 消防署副署長說 主公會這個職責 不在我消防署內政部 是在那個其他單位 所以消防署對這個議題樂觀其成 因為不在我這個權責 所以我樂觀其成 內政部怎麼說呢 內政部長他說呢 警銷壓力很大 環境不加要給他們合理應有的條件 跟配備這什麼意思呢 他也沒直接講說工會的態度是什麼 權序部長他說 警銷組工會涉及重大的人事政策 需要考試委員用合議制的方式來處理 那考試院副議長副院長講得更清楚 然後警銷組工會他持保留的態度 我再請教一下那個警察的單位 其實大家擔心的就是說 你們會不會用團結權來去影響到 人民的生命安全健康社會秩序 其實非到必要我們不會這麼做 那為什麼 第一個是門檻也本身也很高 那如果說在工會的成員裡面 我們就預設所有人都加入了工會好了 要過半的會員支持 那我們才會來進行罷工 那還是要會員都認同的方案來進行罷工 也不一定是長期永久啊 那如果你在擔心警銷一組工會 他就是要罷工的情況下面 那你就應該要猛心自問 你是不是對你底下的警銷人員太差勁了 我們也不一定說你所謂的差勁 就是指你的薪資你的家計你的獎金 我們不是要這些東西 是你必須要給他合理的條件 我們剛剛講到加班費 加班費是有上限的 是有上限這是很奇怪 有上限 加班費有上限 但是加班沒有上限 他排你排班 就預設先把你排加班的班 那之後要給你錢的時候 就說你超過了我能夠給你的錢 能夠給你的時數 而這個限制其實對於警察人員 警銷人員是很不公平的 這個對於消防員也是一模一樣 尤其是限制人員 你服務年資越高 你的時薪越高 那你距離那個上限的速度跟距離就越快 不過李老師我想請教了齁 在社會還有些特別是主管們還有一些疑慮的情形下 警銷主公會 接下來可以怎麼推 我覺得可以階段性的 比如說先爭取那個協商權 那爭取協商權 就那個其實去年那個勞動部 他因應那個國發會點子平台 還有說有四種途徑 一個就是修公會法 讓幾招主公會 第二個就是修公務人員協會 也就是說罷工權 就稍微保留一點 這是階段性的 我認為完整的還是要有那個爭議權 包括罷工 是 那可是其實重點應該是協商權要先拿到 對 玉姐你幫忙 就是這邊想要宣導一個活動 就是消防員 歐洲西方邊緣的畫外之地 各類海鳥聚集的愛爾蘭 海豹的生活點滴 鳥類的生存舞台 島上動物們的大自然樂章 5月1日週二晚上10點全記錄 也姓愛爾蘭 就在公共電視台 面對死亡總是避而不談 讓我們措手不及 如果可以早一點談論 也許更能承受 明白這是人生必經的旅程 《告別的勇氣》是一本充滿社會關懷的書 讓我們學習擁抱有需要的人 捐款900元獲贈告別的勇氣書一本 詳情可掃描QR Code公視網站 陳紀玲26歲 從家扶自立兒童變成頓養人 你的小朋友找到了嗎 找到了嗎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很像的吧 曾清清75歲 曾經是第一收入戶 五年來任養五個國家 16位孩子 很感動 差點就哭出來了 不一定要等到很有錢 才來撫養這些比較弱勢的小孩 他們遠從史瓦基蘭 蒙古 吉爾吉斯 越南 柬埔寨來台灣圓夢 他們飛了2000公里 從台灣到柬埔寨 老影翔 新故事 我是誰 我在哪裡 我們是誰的姊姊 我們是誰的姊姊 十四位跨世代導演 創意短片 這是一個 沒有公視可循的創作 公視與國家電影中心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攜手合作 穿越台灣的時光記憶 時光台灣